我们来看我们最新版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第九版的儿科学 我们的教材来看到 我们的儿童因为随着我们的 这种现在的生活经济水平的提高 我们的体算公式 也和原来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现在的计算公式 是把原来的一到十岁的计算公式 分成了两段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到六岁的 我们还是沿用原来的计算公式 是年龄乘二加八 也就是说比如我们现在是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他的体重就应该是三乘二加八 他的一个理想体重就应该是14公斤的一个样子 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公式 大家应该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会看到一些 有些家长是比较关注于这种 学龄期的这种体重的 但是对于学龄前的体重 是不是很关注的 其实这个公式也是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在学龄前 就要把体重要控制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呢 是七到十二岁的一个体重计算公式 他是把年龄乘以七 再减五 然后再把减到的这个值呢 再除以二 也就是说我们十岁的一个小朋友呢 他应该是十乘以七 减五 再除以二 这样子下来呢 他的体重呢 十岁的一个小朋友 理想的体重呢 就应该是32.5公斤左右的一个样子 就是说是和我们比 和我们以前的这个公式来比呢 就十岁的一个小朋友 按原来的公式计算下来 他就应该是28公斤的样子 其实这个